这天早晨又碰上崔阿婆从早时回来,须是天空低打其小雨点,阿婆上衣被雨水打湿不少,发丝也有些乱,主要是她的神情很不一样,心事重重,眼角湿润,果不及然。 一回到家便自言自语,不断抱怨自己,刚收拾的阿婆瞧见婆婆这样,偷偷走到李屋雷雷身边,问道,刚我看见妈回来哀声叹气,也不说话,不会是生病了吧,天天的辛辛苦苦赶早,去早市卖菜,也挣不了几个钱,让她就在家待着呗,雷雷也甚是发愁,都跟她说了多少遍,就是不听劝,母亲一贯的朴素节俭,一辈子舍不得吃。 一辈子舍不得穿,到了,我仍是在家闲不住,非要自己种菜拿去市场售卖,说是当作锻炼身体了,当前问她发生什么事,她也是不言不语,点早饭也没吃几口,雷雷出门时再三叮嘱阿曼,让其好好照料着母亲。 父亲前几年走了,母亲就病了好久,好不容易正正常常生活,可别再出什么乱子,傍晚累累干活刚回来,就被阿曼拉到一边,我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,是不是谁欺负妈了? 阿曼叹气,不不不,其实也就是钱惹的货,几十块钱,什么,到底是怎么一回事? 今天我故意跟她唠唠家常,说到她儿时那些年的苦,没吃的,饿死好多人,感触很大,所以到现在养成不浪费一滴粮食,省吃俭用的习惯。 聊了问出来,原来是早晨卖完菜后,不小心将卖菜正的几十块钱弄丢了,所以一天都愁眉不眨,吃不下饭,雷雷心疼道,苦日子都过去了,妈还放不下,那我给妈些钱,让她可别难过了,她铁定不会要的。 今天我劝了个便,就是心里堵得难受,雷雷一时也没了主意,晚上陪了会儿,等着母亲睡下,才回来睡觉,第二日天都没亮,催阿婆神情依旧没有好点,但一起身做好准备挑着矿出门,雷雷也赶紧起身要出去阻止,被旁边的阿曼给拉着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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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